台北市長蔣萬安邀請北流董事長黃韻玲 與電影《海角七號》女主角田中千惠 帶領大家認識即將在9月2號至8號舉行的朝台北活動 結合流行音樂、影視娛樂、數位行銷與科技產業的跨域展演 超過百組以上的音樂演出、50唱以上的論壇與講座 田中千惠就是名人專題演講主講人之一 我很榮幸這次朝台北邀請我擔任 魔力台北名人專題講座主講人之一 我很期待這次透過這個講座跟大家分享 這十幾年來我以一個日本人的身份 來到台北學中文、拍戲、工作、認識朋友 這一日以來有很多感動的、難忘的、珍貴的故事 9月5號到9月6號 非常歡迎大家來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聽聽我跟其他九位非常棒的主講人 想從台北出發到世界發光的故事 這次的活動非常的精彩而且豐富 那今年我們特別規劃了很多的主題 而且我們串接很多不同的領域 就是希望提供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流行音樂、影視、設計 甚至結合科技、新創等等能夠串接 那剛剛視頻就想問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朝台北的誕生 我在這邊跟大家再次的做一個簡單說明 最主要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從我過去在美國有實際去到德州、奧斯汀 就是德州、奧斯汀這個城市 他們每一年都舉辦西南、天南這個活動 South by Southwest 那我就非常的驚艷 而且印象深刻 它是一個為期幾乎近10天 然後它結合不管是音樂、電影、科技 它舉辦論壇 有很多的展會 當然還有很多音樂的演出 那更重要的 它帶動整個產業跨界的發展 所以我就去查 South by Southwest這個活動 是多早以前開始辦 然後了解它整個背景 其實在1987年 它舉辦第一屆 當時它只是一個音樂節的形式 規模也不大 後來它慢慢把觸角延伸到電影、多媒體互動 然後再結合科技 那它一開始邀請許多的歌手、樂團 慢慢邀請很多科技界的意見領袖 甚至很多是產業的人士 還有包括很多政治界 我看到連美國前奧巴馬等等都有去參加 那當然談的很多是產業發展 如何跨界的合作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在台北 我也很希望能夠有一個這樣的跨界的活動 當然能夠讓 台北市重新站上潮流文化的頂峰 同時也希望讓台北成為真正的文化首都 那更希望 那更希望能夠讓台北走進世界 讓世界走進台北 所以我知道這次我們特別 所以我知道這次我們特別有小林老師 邀請很多國際的策展人、音樂人、買家、品牌策展人等等 大家來到台北 參與這場盛會 那另一方面 也很希望 也很希望未來 也很希望未來 這個活動如果今年我們順利把模式建立 接下來我們能夠透過今年的經驗做一些調整 越辦越具規模 成為一個每年例行的一場盛會 那讓台北出現在世界的形勢力上 也是當所有關注這些議題的朋友 他們翻開一年的形勢力 就知道每一年9月份都要到台北 來了解台灣的最新流行文化相關的音樂產業 然後讓台北更國際化與國際接軌 黃玉玲也分享這次朝台北活動 有四項活動在北流舉辦 其中也邀請亞洲七國超過50柱歌手及樂團參與演出 剛剛其實介紹了我們的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台北 Music Expo 那這是音樂博覽會 那這個博覽會呢 其實我們就是邀請了國際的買家來到台灣 其實最重要的 我們因為這個台北 Music Expo 我們也延伸出來一個音樂的舞台 Gender Asia 那為什麼要將這個展覽 博覽會跟這個音樂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可以讓買家透過我們現場的表演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表演的音樂實力之外 也可以去感受我們多元的這個特色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說你開完這個展覽之後 他沒有辦法實地看到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兩個活動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是台北音樂不斷電 那這個比賽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十年了 那也非常謝謝文化局持續過了十年 然後一直在發掘新的音樂人 讓他可以在每一年都有一個發表自己 而且非常的各式各樣 什麼樣子的類型都有 我才昨天剛剛評審完 對 非常精彩今年 然後在接下來會在北流發生的 還有是九月五號到六號的 這是台北Mojo 就魔力台北 那千惠也會是當天的主要的講座的講者 那這一次我們是從台北出發 然後在世界發光 這個作為一個主要的主題 因為當中的每一位講者 其實都是重量級的人物 當然其他我們稍微保密一下 那這個是集合了音樂 戲劇 然後電影 還有民俗記憶等等 這麼多領域的大人物們 為期一週的時間 活動非常的豐富精彩 因為我太太昨天她自己上網看到 她對於AI趨勢的這場作談很有興趣 所以她還特別跟我分享 我說這是我們市府 特別籌辦的活動 她就很驚訝 所以我相信很多喜愛音樂 喜愛科技 喜歡電影 喜歡設計 都可以來到我們朝台北的活動 我們都有很多跨界的分享跟討論 而且在產業面我們也非常願意 幫助台灣這些優秀的音樂人 熱愛音樂的朋友 能夠被世界級的亞洲的這些買家看到 有機會走入國際 我想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提供這樣的平台 今年北市府透過朝台北打造一場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動 不只是要吸引觀眾遊客 更是促進國際與台灣的對話與合作 能成功建立活動模式在逐年擴大規模 期盼最終成為一個每年固定舉辦的國際盛市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